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雨昕鸾 加拿大山火造成的浓烟 6日晚飘抵了纽约市 造成空气质量严重恶化 纽约市7日成为全美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市长亚当斯建议市民减少户外活动 同时强调儿童、老年人和有心脏或呼吸疾病的人 应该避免在户外逗留太久 加拿大南部的魁北克省 已经发生100多处山火 造成的浓烟已经济扰美国东北部超过一周 造成美东空气质量严重恶化 根据空气质量检测机构 Icare纽约市的空气污染指数 6日晚达到200以上 标示为极度不健康 是全美空气最差的大城市 甚至一度超过印度的德里 短暂成为全球空气最差的大城市 山火浓烟还有PM2.5威力 如果人体吸入 可能进入肺部纤维甚至血液 导致哮喘 心脏病和其他呼吸道疾病 数据显示 纽约市6日的PM2.5浓度 已经比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指导水平高出10倍 市长亚当斯见一民重减少户外活动 在户外尽量佩戴N95或KN95口罩 随时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气象局称 空气质量警告可能还会持续多天 不过情况将在8日有所好转 见一年轻人 老年人和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呆在室内 限制室外接触 如果不得不出门 需戴上口罩 最好是N95口罩 可以帮助过滤有害颗粒 因为烟雾会引起眼睛发痒 油泪 咳嗽和呼吸急促等症状 且本来有呼吸系统疾病史的人 风险更高 需格外注意 前副总统麦克彭斯 今天正式发表声明 将会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 他碰击了拜登政府和极左派系 正在摧毁美国 也指责川普放弃保守主义 站在了宪法的对立面 彭斯也夸耀只有自己才能扭转局面 强调每个时代都需要 不同的领导者 今天上午 前副总统麦克彭斯 迁往了爱荷华州 正式开启了他的总统大选之旅 与此同时 彭斯的竞选团队 还发布了一段宣传片 抨击了拜登政府 正在毁灭美国 彭斯也在今天的讲话中强调 只要他成功当选就可以让国家恢复 重振经济 给美国一个新的起点 而在此同时 彭斯也没放过他的老上司川普 他重提了1月6日当天的混乱局面 他认为川普在当天的做法 已经将自己置于了宪法之上 除了彭斯之外 本周还有两名共和党人宣布参选 分别是前纽泽西州州长 克里斯·克里斯蒂 和北达科达州州长 道格伯格姆 这也与民主党那边 拜登的一支独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至少到目前来说 无论是彭斯 还是这几位前州长的获胜几率都不大 川普依旧在共和党选民中 拥有着最大的群众基础 唯一的隐忧就是他官司缠身 如果届时真的被判入狱 那么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将成为最有希望的接任者 维基尼亚州里市满时的一个剧院外 昨天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两人死亡 多人受伤 参举事件发生期间 一场高中毕业典礼正在剧院内举行 参加典礼的数百名毕业生和家长惊慌逃离 六日下午五点左右 胡格诺高中在剧场内举行毕业典礼 场内警察听到了枪声 并通过无线电通知了驻守在外面的警察 后发现了多名受害者 李世满临时警察局长李克爱德华兹在当日夜间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一名19岁的嫌疑人在逃跑中被捕 他将被控两项二级谋杀罪 警方表示 案发当下有7人重担 还有6人在躲进奥特里亚剧院时受伤或焦虑症发作 包括一名在混乱中遭车辆撞击的民众 重担的7人中 4人无生命危险 另外3人伤势严重 稍早也证实 其中2人到院后已宣告不至 公立学校督察卡姆拉斯 也在案发后的记者会上 情绪激动得大声疾呼 厌倦看到枪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连我们的孩子都被枪杀 我们的孩子 老师及家长们都无法再忍受了 呼吁停止这些暴力行为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5月29日 美国今年已发生261起 造成至少4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乌克兰的辛卡霍夫卡水坝昨天被毁之后 下游的村庄今天水未暴涨 乌克兰的救援部队也在控制区内 全力抢救灾民 此外 赫尔松地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发言人也强调 大坝根本不在乌军的控制之下 而引发灾难的元凶只有可能是俄罗斯 昨天在赫尔松由俄罗斯所控制地区内的 新卡霍夫卡水坝出现破裂 很快下游的80多个村庄和城镇都遭受到了洪水的侵袭 赫尔松市区内的灾情也一样并不乐观 今天水未的快速上升 让很多救援行动都难以展开 赫尔松地区军事行政部门负责人 亚历山大普罗库丁表示 我们预计水会再停留并聚集一天左右 然后在5天之内逐渐减少 根据现场拍摄下的画面来看 很多街道都已经被淹没 即便是救援队正在努力将灾民从房屋中救出 但由于身处战区 洪水将原本埋在地下的地雷都冲了上来 因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还发出警告 提醒民众在撤离的同时 还要小心水中所漂浮着的危险物体 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队长 安德烈·波德里斯尼也在接受采访时称 俄军所造成的大坝溃堤 已经冲刷到了他们自己的部队 随后他又被记者问到 是否存在乌克兰炸毁大坝的可能 波德里斯尼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在今天发表声明 称该国将大坝事件作为生态灭绝或环境破坏罪展开了调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今天发表推文 强调自己已经与法国总统马克宏通了电话 谈到了俄罗斯的恐怖主义行径所造成的环境和人道主义后果 乌克兰总理杰尼斯·史米加尔也在最后呼吁联合国 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的国际机构 能够帮助拯救俄罗斯所占赫尔松地区内的灾民 指责俄军只顾自己撤退 留下了让洪水淹没的市民们自生自灭 布林肯会晤沙国王储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国务卿布林肯今天稍早与吉达会晤了沙乌迪阿拉伯王储萨尔曼亲王 美方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公开坦诚的对话 并讨论了包括沙国人权议题等范围广泛的问题 布林肯6号晚间抵达沙乌迪阿拉伯 进行一次备受关注的访问 由于美沙两国从伊朗政策、区域安全、油价 再到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深 使得双边关系受损 根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 这场会谈持续大约1小时40分钟 双方触及的议题 包括沙国支持美国从苏丹撤军 叶门政治对话的必要性 抗衡中俄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以及以色列与沙乌迪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这名官员还表示 布林肯针对了人权提出概括性和具体问题 布林肯从今天开始展开围棋三天的放沙行程 寻求修补与这个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的关系 数十年来 美沙关系一直围绕着能源与国防 然而 在沙国特务2018年谋杀了异议记者哈少吉后 两国关系日益紧张 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沙乌迪拒绝协助压低标涨的能源价格 也令华府不满 美国公民卡塔尼等维权人士也敦促布林肯对沙国的人权问题提出关切 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顾问高德伯格表示 劝阻沙国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可能是布林肯此行最重要的目的 高德伯格表示 布林肯应向沙尔曼解释 为何向中国靠拢并不符合沙乌迪的利益 以及与中国强化战略关系会阻碍美沙发展的原因 今年已经86岁的教宗方基格今天接受了腹部手术 范迪刚表示方基格进行了全身麻醉 在三个小时的手术中没有出现并发症 手术后不久就已经清醒 没有后续的危险 预计接下来方基格将在罗马的医院停留数日 教廷发言人布鲁尼在声明中表示 86岁的教宗目前罹患善气 引发反复痛苦和恶化的症状 教廷的声明表示 教宗医疗团队最近几天决定教宗需要进行手术 指教宗已经出现了腹部疼痛、肠阻塞等情况 预计教宗将会在医院待上几天后康复 范迪刚表示 教宗将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进行腹部手术 昨天教宗前往罗马的杰梅丽医院并且短暂停留 教廷表示他在院内期间接受临床检查 教宗原定今天早上在梵蒂冈每周例行的接待访客行程后前往医院 不过教宗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30分左右就抵达了杰梅丽医院 在此之前 范迪刚并没有提过计划中的手术 方济克在今年3月就任教宗满10周年 教宗近年来患有多种疾病 并且因为持续性的膝盖疼痛 经常使用轮椅或拐杖行动 在2021年7月 教宗为了治疗一种名为气势炎的疼痛性肠病 透过手术切除了部分的结肠 他在今年稍早曾表示 已不再有这类的肠病困扰 教宗早在他20岁左右 仍在阿根廷接受牧师培训的时候 切除了部分的肺部 而去年教宗曾表示 他不想动膝盖手术 因为结肠手术时的全身麻醉 带来令人不舒服的副作用 昨晚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 忠实由胡继勇被免职的消息 甚至超过了高考成为热搜第一 其原因竟然是此人出差时 攜带着小三逛街 结果正好被接拍摄影师的镜头 记录了下来 发上了抖音 画面上所看到的男女 都是社交媒体上很常见的 所谓慢镜头接拍 通常在夏日来临之际 各大平台的摄影师们 都会聚集在多个繁华的街道 用镜头捕捉那些 一拙光鲜亮丽的俊男美女 但十分凑巧的是 画面上的男子身份特殊 竟然是国企中石油集团旗下 环球工程项目管理公司的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胡继勇 按照该公司网站上的行程计划表 胡继勇前往成都 是为了探视和慰问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但结果镜头却捕捉到了 他牵着一名女星的手 漫步在成都街头 似乎还在逛着奢侈品店 随后眼见的网友不断搜寻 竟然发现胡继勇原本已婚 而妻子却并非他所牵手的这名女性 随后网友又爆料 这名女子竟然也是 环球工程项目公司的员工 两人还是上下属关系 该消息一出 立刻点燃了社交媒体的讨论 环球工程项目管理公司 甚至在今天已经封锁了 微信公众号的所有内容 拍摄这段画面的抖音账号 街拍摄影师小米也已经设置为了 仅私人可见 消息不断发酵之后 钟石油也终于坐不住 在今天发表通报 称根据网上关于我公司 所属环球项目管理公司员工 胡继勇的相关消息 公司党委高度重视 目前涉事人员胡继勇 已经被免去环球项目管理公司 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 总经理等职务 并且正在接受公司纪委的核查 公司也将根据最后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钟石油 胡继勇被免职的这一消息 甚至盖过了高考 成为了当天的热搜榜第一 然而网友吃瓜的热情还是没有消退 继续挖出了这名女子的姓名为董思景 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 面容也与大学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 炫耀名贵珠宝首饰的文章和照片 也在他的微博上屡见不鲜 不少网友也笑称在外偷情 也得要小心摄影师的镜头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加州洛杉矶郡格兰德尔学区会议外 发生多起斗欧事件 原因是学校让学生们在学校 选择自己的性别代名词 愤怒的家长和场外的支持者发生群殴 该地区的家长主要以亚美尼亚人为主 格伦戴尔市居住数十万的亚美尼亚人 格伦戴尔联合学区委员会 批准了一项承认同志骄傲月的决议 这次讨论吸引了大量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了格伦戴尔联合学区总部外 在发生打斗事件之后 警方宣布这是一次非法集会 但有些人坚持认为 这并不是格兰戴尔学生学习的全部 一些家长和保守派活动家说 这也是为了迫使教师和学生使用首选的代名词 并允许孩子使用他们认同的性别的更衣识 格伦戴尔联合学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其课程符合州法律 同时该学区谴责了所谓的故意和有害的虚假信息 该学区指出 加州公平教育法要求公立学校 在历史和社会研究课程中提供有关 全州不同种族和文化人口的教育 包括跨性别人群 Alphabet旗下的无人驾驶汽车部门 Waymo正在加州部分地区测试其自动驾驶出租车 计划在加州的旧金山和洛杉矶 亚历桑那州大凤凰城地区这几个主要市场 扩大其自动驾驶出租者服务的规模 在圣塔莫尼卡的一个红绿灯前停车时 一名司机竖起了大拇指 而我们乘坐的是这辆全电子化的捷报车 后面没有人驾驶 这辆自动驾驶出租车来自Waymo 一个基于应用程序的叫车服务 已经在凤凰城运营 在旧金山增加了服务 并计划扩展到洛杉矶的部分地区 我们正在求人们处理到全自动驾驶 在他们的邮导 一个由旋转传感器组成的系统 使用激光探测和成像 使无人驾驶的汽车能够导航 我们看到它在一个拥挤的停车场里穿梭 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向右移动 让相反方向的车辆经过 当一位母亲推驻婴儿车通过人行横道时 她还会慢慢地左转 3月 AAA的一项调查发现 近七成的司机对自动驾驶车辆感到害怕 客户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或车内的触摸屏 让威某停车 该公司表示 在其完全自主运营的前100万英里中 没有任何伤亡报告 有两起碰撞和18起所谓的轻微接触事件 威某目前还不清楚 威某何时会来到南加州 但由于该公司不需要支付司机费用 因此价格预计会很有竞争力 稍等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我现在纽约为您带来6月7号 星期三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三大指数今天早盘小幅的上涨 在公布通膨数据和下周的美联储政策会议之前 投资人采取观望的态度 投资者大多预计 美联储6月将暂停加息 7月份将是最后一次加息 美国4月份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 这导致三大股指在今天尾盘的时候涨跌不一 收盘时 道琼斯指数上涨了92点 收爆33666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71点 收爆13104点 标怀指数则是下跌了16点 收爆4267点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的贸易逆差 4月份扩大至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商务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4月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 环比扩大23%至746亿美元 数据未经通胀因素的调整 经济学家的预估中值为逆差758亿元 商品和服务贸易进口增长1.5%至3236亿元 出口则下跌了3.6%至2490亿元 汽车和零部件工业用品 手机和其他家庭用品的进口增长 而石油和珠宝的出口下降 贸易逆差扩大意味着贸易将拖累 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虽然这反映了对外国生产商的依赖上涨 但是进口增长也说明消费者的需求坚挺 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五个月 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为2.44万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2.8% 其中出口为1.4万亿美元增长0.3% 进口为1.04万亿美元下降了6.7% 贸易顺差为3594.8亿美元增长27.8% 5月份对美国的出口额同比下降18.2% 为连续十个月的同比负增长 对东盟的出口同比下降了15.9% 增速较上个月显著下滑了20.4个百分点 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暴涨了114.3% 是连续三个月处于三位数的高增长水平 从外贸出口的结构上来看 5月份的汽车出口延续着高位 制造业转型升级正在塑造出口的新的动能 5月份的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了93.1% 出口量增长123.5% 延续年初以来的量价齐升的势头 各股方面的消息 冠状食品的生产商金宝汤公布季度盈利 第三季度的美股经调整之后的盈利为0.68元 预期为0.64元 收入按年上涨4.7%至22.3亿元与预期相符 公司表示供应链瓶颈效应导致经营成本上涨 拖累了边际利润率降至30% 之前一个季度为31.2% 上个季度平均价格上涨了12% 但是销量则下跌了7% 金宝汤维持今年的业绩预测不变 收入增长仍预计介乎于8.5%到10%之间 美股的盈利将介乎于2.95%到3元之间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票下跌了8.9% 收报美股46元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亚马逊正在计划为Prime Video流媒体服务 推出广照支持的层级 旨在进一步发展其广告业务 并从娱乐领域获得更多的收入 消息人士说 目前计划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此举是在亚马逊各业务部门 进行成本削减审查 导致数万人被裁员之后进行的 尽管面临着宏观经济的挑战 广告仍然是亚马逊持续增长的领域 根据Insider Intelligence的报告说 该公司广告收入在第一季度达到了95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1% 在美国的数字广告收入当中 亚马逊排名第三 仅次于谷歌和Meta 广告商们表示 他们希望亚马逊能够为Prime Video提供广告支持层 这将效仿Netflix和迪士尼等其他流媒体平台的类似举措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收爆每股121.2元 下跌了4.2% 以上就是华外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给您带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6月7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雨昕鸾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